彭越是谁?彭越是汉初三大名将之一,西汉开国共臣。 除了汉初三大名将,他们分别是韩信、彭越和英部,由此可见彭越的地位有多么重要。 彭越是强盗出身,拥有一定的号角力,反秦战争期间效仿陈胜吴广在魏帝骑兵, 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相当强的地方军事力量,在牛邦北上时曾经协助牛邦, 但是并没有进入关中,因此项羽分封诸侯时并没有他的位置。 除汉战争期间,彭越以独立地方武装的力量加入了牛邦阵营, 以游击战的战术牵制项羽,使项羽在前线和后方疲语奔命, 最后与牛邦韩信合逆围攻项羽与该下,造成项羽的失败。 牛邦称帝后封彭越为娘王,后来陈希造反,牛邦向彭越征兵, 但是彭越称兵没有亲自领兵前去,遭到牛邦的记恨, 后来更是遭人诬陷的谋反,牛邦便将他贬为庶民,流放属地。 在彭越去往属地的路上。